台宁集团董事长孤承运不幸摔伤逝事 这外界很关注未来接任台宁集团的董事长会是谁 那今天下午呢 台宁高层召开董事会就确定 是由孤承运的媚婿张安平接任台宁 中项还有信称化三家公司的董作一职 他也强调说未来大部分的时间会放在台宁 而现阶段是以稳定员工股东的信心为主 不过现场仍然有台宁的董事 不舍孤承运逝事 受访过程一度哽咽 孤承运逝事后的台宁集团谁当家 董事会后答案揭晓 刚刚董事会完成 信昌 宗相跟台宁的董事会完成 所有董事给予支持 我选为董事长 下午三点台宁召开董事会 只花十分钟接班人选就确定 至于这位台宁新当家何许人也 现年65岁的张安平是嘉兴水泥创办人张敏玉之子 也是孤承运的媚婿 拥有纽约大学国际金融硕士的学历 做过嘉兴水泥董事长 也一度担任台宁副董事长 还有云朗集团执行长 未来不止台宁公司 就连旗下的中项公司以及信长化工 都有张安平接下孤承运的位置 其实你看我的话 我其实也是专业金融人 因为我本身是没有什么台宁股票 所以说我们现在只是会把 因为今年年底也到了 所以台所有那个 我们台湾派出去大陆的台干也会回来 我们会做再做一部全面的review make sure我们固定上所有的计划 但或许是因为孤承运走得太突然 昔日打拼的伙伴以及老陈仍然不能接受 公司同仁必然都是非常的爱上 但是我想此时此刻 大家都需要非常的坚强 然而就在孤承运逝世后 除了台泥股价上涨之外 两大事业体中项及信长化 则是小幅下滑 张安平如何打造后孤承运时代的水泥王国 必受瞩目 欢迎新闻家写动后见周 台北部的